空軍九號在屏東九棚外海空域 實施對海轟炸訓練的時候 一架F16V戰機投擲時未能密中目標 而且距離目標過遠 造成震波影響在旁接護的海巡艇 空軍參謀長曹敬平表示 當時飛行員操作控制炸射租源 並不那麼精準 會按照操作程度就責 來聽一下他的稍早訪問 當時的任務是因為我們這個飛行員 他的操作控制著炸射租源 並不那麼精準 所以有部分的為師 造成這個彈藻點 距離實際的目標 比較偏的距離比較遠 但實際的彈藻點 我們沒辦法精確的去量測 按照我們對海巡艇官兵同仁的詢問 他們在目視範圍裡面都沒有看到彈藻 所以初步估計應該至少有解害力以上 而不會是在海巡艇的旁邊 所有戰備訓練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都是要找出問題 那麼把整個我們的戰力 做進一步的提升 那麼當然類似的狀況 我相信空軍會在整體改進以後 去全力去避免再發生類似的狀況 他也提到除了督導人員 有部分為師也將按照事件經過 做詳細的檢討 而如果是按照海巡艇官兵的說法 初步估計至少有幾海里以上 不會是在海巡艇旁邊 那麼當時任務激進的攻擊航向 跟海巡警戒艇 標靶在同一個軸線 所以在感覺上才會有對象 海巡艇的情況 他們也提到了 會把這件事情得到的教訓跟經驗 空軍將做詳細的分析 作為後續同仁參考 及後續戰備訓練主要案例